台湾医疗科技发展快速 连植牙也有MIT 相照传统植牙 台湾对植牙采用MIT假牙材质 搭配手术导音板技术进行植牙 让植牙也能有平价又优质的服务 我们的植牙假牙使用的是螺丝固齿式的设计 方便日后拆卸、维修、清洁 那另外我们植牙的假牙 都会选用二氧化钩全子罐的材质 生物相容性比较高 希望可以借由台湾对植牙的发展 去带动整个台湾的植牙产业 传统徒手植牙得靠医师肉眼 将植体放到预定位置 考验医师视力及手部稳定度 可能会造成较大的翻扮伤口 如果植体偏斜 除了美观问题 还可能会伤到神经、鼻痘、产生后遗症 而导音式植牙会先用软体 规划植牙的角度与深度 利用导音板将植牙精准放到计划位置 事先避开神经、鼻痘、伤口较小 术后愈合快、安全性高 病人的术后疼痛感也较少 简单来说就是牙科的精准维创手术 假牙的固定方式分为粘着式及螺丝固持式两种 粘着式假牙将假牙直接粘着在植体机台上 螺丝固持式假牙则透过假牙上的螺丝 拴进口内的植体 假牙材质也是许多有植牙需求的人 所关心的项目之一 台湾对植牙选用二氧化高全磁罐 以人工关节材料制作 除了生物相容性高 颜色拟针、硬度坚强 而金属假牙以金属制成 可能会有氧化生锈 导致牙肉过敏、变色等等问题 强用植牙的民众 不妨从植牙技术、假牙固定方式 及假牙材质着手了解 找出适合自己的植牙方式 为自己找回完美的笑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